本周三将是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就职大典 以往的就职典礼 美国首都华盛顿人生顶峰 充满欢声笑语 就任总统会接受数十万人的现场的欢呼与庆祝 然后这次 与往日千差万别对比鲜明 在1月6号发生冲击美国国会的暴力事件之后 目前 已经有两万多名国民警卫队部署在华盛顿 与联邦执法单位 国会警察 华盛顿特区警局等合作 确保星期三拜登的就职典礼 国会与白宫都能安全 所以可以预料 拜登就任之时台下站的不是为其庆祝的选民 而是保协安危的国民警卫队 1月17号星期天 在白宫附近好几个街口都已经以铁围栏与混凝土护墙设下路障 除了汽车无法进入外 围棋铁栈栏的部分 更需要出示有需要进入该区域的证件 才会放行 除了华盛顿 其他州份都分别就拜登周三 1月20号宣示前可能出现的示威行动进行准备 包括以木板遮盖州议会大楼的窗户 禁止公众游行等 马里兰州 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分别都宣布了紧急状态 应付可能出现的示威行动 而加州 宾夕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 弗吉尼亚州 华盛顿州和威斯康金州都已经动员各自的国民警卫队布防 先前 特朗普已经表明他将不会参加星期三的总统就职典礼 根据白宫的时间表 特朗普将先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 在那里接受国防部安排的欢送仪式 预计他可能在仪式上讲话 接着 他搭乘空军一号离开 预计在上午11点抵达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机场 根据规定 特朗普只能使用空军一号到当天的下午 副总统彭斯夫妇则预计将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 彭斯在上清祭祀已经与副总统当选人哈里斯通了电话 除了祝贺他当选 并协助工作交接 彭斯周末的行程则是视察美军 星期六先前往加州立摩的海军基地 在对官兵讲话的时候 彭斯说 特朗普政府是美国近几十年来 唯一没有开启新海外战争的政府 彭斯还不忘督促拜登政府继续特朗普的政府对中国的做法 他说 我敦促即将接任的政府继续这条道路 做我们做过的 挺身对抗中国的侵略与贸易滥用 坚定捍卫一个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 并且将美国以及我们热爱自由的盟友摆在优先 彭斯星期天则前往纽约继续视察美军 而当选政府总统拜登与哈里斯星期天则没有公开形成 星期三将有多位前总统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 包括奥巴马夫妇 克林顿夫妇 以及小布什夫妇 由于新冠疫情 年岁较大的前总统卡特以健康理由不可出席 此外根据报道 特朗普总统正计划在离任前发布更多的特赦令 预计在星期二会公布 不过 特朗普紧赶慢赶发布的这些行政令 最后到底能够执行几天 还真不好说 因为总统当选人拜登的一名高级助理 星期六1月16号透露 下周三拜登就任总统当日 将会运用入主白宫后的权利 发布十多个行政令 逆转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遗产 即将上任的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 在一份为记者准备的备忘录中透露 拜登曾在竞选中承诺 将会逆转特朗普的政策遗产 有些甚至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就承诺过的 克莱恩说 拜登将会在周三就任总统当日 发布大约12项行政令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拜登周三计划宣布 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 撤销针对多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 国家实施的旅行禁令 延长联邦学生贷款支付的暂停时间 停止驱逐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 以及在跨州旅行时 和在联邦物业内强制戴口罩 这些所有举措 都是他在竞选期间向选民承诺过的 这些措施中 大多数是特朗普所奉行政策的逆转 不需要国会采取行动 但是 拜登将会公布一项期待已久的移民提案 将为数百万无证件移民 提供一条通往公民身份的路径 而那项政策则需要国会采取行动 除了这个移民提案外 拜登刚刚宣布的 用于COVID疫苗接种和经济刺激的 1.9万亿美元的发钱提案 都将面临国会两院的批准 现如今 拜登的民主党同僚已略微优势控制两院 但可以预见 想要通过这些发难 依旧面临艰难阻力 克莱恩还说 在就职典礼后9天内 拜登将执行范围更广的首日承诺 这些措施包括扩大COVID-19的测试范围 并只是政府采购有限购买美国货 由此可见 拜登为自己的新政准备了不少料 到时候能撒出来多少 就要看新一届政府 以及国会是否买账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